巴西总统大选连任失利的波索纳洛终于打破沉默 但是他并没有承认败选 只强调自己一项遵循宪法行事 而总统府文官厅长则表示 已经获得总统授权 将在适当的时机开始政权转移程序 省影超过44小时 争取连任失利的巴西总统波索纳洛终于打破沉默 但他未承认败选 只强调自己一项遵循宪法行事 面对铁粉的全国示威 他的态度暧昧 没说自己败选 不过波索纳洛似乎愿意移交政权 不过波索纳洛支持者的风路示威遍地开花 蔓延到23周 有民众在公路上静坐抗议 也有人在地上铺上大幅国旗 不少民众情绪激动 巴西最高法院一号下令警察移除路障 引发严重警民冲突 手无寸铁的民众跪在马路中央 遭警方用催泪瓦斯事后 瞬间烟雾弥漫 因为他没有特别承认结果 因为他没有特别承认抗议员 离开街道 人们背后承认它是继续 不要站下来 巴西总统大选落幕 但国内的动荡似乎才要开始 吴连哲编译 谢谢大家